本分局于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称其在新附路上所经营之宠物店 店内柜台内的现金招欠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并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 锁定留性嫌疑人设有重嫌 因此向高雄地检署申请居票 后续将留性嫌疑人具体到案 留性嫌疑人到案后向警方声称 其是因为有机欠交通违规相关罚款 因需要缴交该罚款 因此经过该处时发现有机可乘 因此才会进入该宠物店内行窃 并得手8000余元后逃逸 本分局经询问后 后续依窃盗罪嫌 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本分局亦在此呼吁市民朋友 家中窃物流传重要财物 或者贵重物品 以维护自身财产安全 贵重迫 刃